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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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婆是一个声乐老师 我从小就听她唱俄罗斯民歌 以前有一些学生来我们家里 然后他们在上课 我在坐在旁边模仿她的声音 我的声音是跟我外婆非常的像 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外婆 我才那么喜欢唱歌 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爱情小说 所以我从13岁就开始写情歌 就是我的情感蛮爆炸性的 就是我有很多东西都是尝不起来的 第一首写的歌就是因为我暗恋一个学长 可是我又不敢去表达 然后我就写说 如果我在现实生活里面 不能跟你在一起的话 我希望我可以沉睡一百年 每天做好梦见到你 然后我写了这首歌 叫那个人看 我也没有要告诉他 我只是满足了我自己觉得 我为你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愿多要在一起 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 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 慢慢你开始成长的时候 就越来越发现 原来你正在做的事情 叫做你的事业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 心理的状态 应对所有的 也许是设计出来 也许是什么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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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有一天早上去健身 第一天我戴着耳机 听音乐很开心的走 第二天我忘了戴耳机 在同一条走廊上面走 突然我就听到不同的一些单位里面 都有养狗 超级大声的在叫 我那时候就很害怕 心里面就觉得 那个狗会不会开门出来 但是你头一天走的一样 原来你觉得能够伤害到你的那些流言飞语 其实根本就不能伤害到你 伤害到你的是你自己的恐惧 去年的凤活节 我还承受着超级大的舆论的压力 我还记得我的微博上面有十八万留言 大部分都骂我的 突然我就不知道哪里来一个灵感 我就觉得今天是复活节 所以我也要复活了 我也不要让别人控制我今天怎么过我的生活 所以那是我复活的一个开始 然后后面再经历一些比方说 经常有人挑我的穿皮靴 我们是皮靴二人组 经常有人挑这个 现在我完全就是自如 我就是我爱穿皮靴的时候 就穿皮靴 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影响 是我的信仰 有很多东西都是为了要带来一些影响 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职业 只是因为我拥有这个生命 而我有了这个生命 我就有我要负的责任 我们成长成熟 只意味着自我开解能力的增强 最终也许我们寻求解脱的 真正的那个点是我们的表达 我们的歌声 所以我突然就觉得 其实一切只是因为 你还没有走到时间的尽头 所以你在那一个当下 你觉得那是苦的 可是其实它拼奏起来 有一天你回头发现 你会觉得 它其实是一步一步在建立一个完整 一个成长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份礼物一样给你